美国通用电器旗下的G1航空 是全球飞机引擎主要生产商之一 现在却惊传商业机密 差点被中国偷走 美国司法部指控10名中国国安官员 还有骇客密谋窃取各国飞航科技 受害者超过13家公司 而且遍布全球从法国英国到美国八个州 都发现间谍入侵 面对美方炮火连连 中国外交部一如往常否认到底 事实上这已经是两个月来 美国第三度指控中国骇客盗取资讯 红博新闻先前也提报 中国透过晶片入侵美超微电脑 在渗透进苹果亚马逊等大企业发动网工 同一时间美国担心尖端技术转移 十月底下令禁止中国福建进华公司购买 美国出口元件成为第二个中心通讯 美中贸易战表面上陷入僵局 台面下另辟战线 明镇暗斗的攻防战恐怕还会持续下去 三连新闻综合不到